穿著西裝 吳明達來到日本料理餐廳 只見身旁除了朋友之外 還有香港14K大佬 原來對方特地來台 參加天道盟精神領袖吳同彈的告別式 而吳明達也特地白桌宴請 但現在傳出就是這場餐序 成為他被槍擊的導火線 據傳當時吳明達黃唐下肚 過程中和太陽會前副會長貓 抖起了口角 還一度在餐廳內大打出售 雙方種下心結 不排除因此遭下怨報復 那發生衝突事件之後 可能就是長輩可能或許說 有點失惡虧 可能有打架打起來 那事後就是可能會找一些 外圍人來對他 做一些警告的動作 當下失惡之後回頭再教訓你 吳明達人際關係錯綜複雜 累積恩怨不少 經營連續畢宮城事業 也牽扯雙北多項土地開發案 涉及龐大利益糾葛 也被外界揣測是惹原因之一 如果通常要警告對方的話 會放一點風聲讓他知道 這陣子也沒聽說 在土地開發上 有跟任何人有起什麼衝突 餐廳的糾紛 就算真的有什麼口角 也不至於會到 必須要開槍去解決 對 因為這成本 坦白說比較高 衛政集團出面澄清 政派經營沒有糾紛 也解釋他過去 涉入青山宮主委的槍擊案 後續沒再與對方有任何糾葛 這回莫名被槍擊 但槍手對於犯案動機 避重就輕 也被直指根本是受人指示 而警方從傷勢研判 吳明達手腳各中一槍 認為槍手並非要鎖命 反倒是恐嚇教訓意味濃厚 是幫誰尋仇的 槍手作案用的 仿貝瑞塔槍支取的難度高 公司明顯不合情力 就怕槍擊案會興起一連串 行鋒斜雨 警方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 高度戒備 經紀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經紀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除非 睜qué 睜 acidic 睜 får 睜滜